欢迎来到非常近距离 我是为了独家爆料 费尽心思的非常助理阿姐 今天到场的这位嘉宾呢 可以说是百变男演员 他在荧幕上 他可以是非常帅气的 古装美男子 他也可以是朴实的陕北汉子 他还可以是 令人恨之入骨的大反派 在生活当中 他却是一个身材完美的健身达人 他还是一个爱开玩笑的段子手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好了 女士们 先生们 让我们有请我们最爱的静姐 还有今天的到场嘉宾 袁虎 哇 还有 哇 不要推开了 我们就是要在一起 大家好 为什么一直拉着手啊 不能拉手吗 很难得 我告诉大家 就是我妹夫啊 来 我们欢迎袁虹 欢迎 金剧的一切是袁虹第一次来 对 但是上一次应该是在 超级访问 对 而且超级访问之前 他的出场方式就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来回顾一下 大嫂 天哪 真大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该吃药了 我觉得袁虹现在整个的气质 和人家什么造型啊 更 更棒了 我能说 主要是没有郭静威德 显得更好了 远大前程大家看了吗 看了 他演一个反派 你们还喜欢他 你们口味好不一样啊 反而喜欢演反派 他们有人真的 从好几年前就在粉丝群里 跟我说 你什么时候能演个反派 终于 终于 然后演了之后 他们就说 你为什么要演这个角色 为什么你要演反派 观众就是这样的 我们要找茬互动 对不对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测试 因为到场了 全部都是袁虹大哥的粉丝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你们啊 在场的所有人 你们都收到过 袁虹大哥的签名和祝福吗 收到的请举手 都收到了 你多闲呢 好 我买的吧 好 哪有那么多 你们都想把它退回去的 请举手 不不不不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呀 静姐你听我跟你说 我们4000万的粉丝 我们给你们签了名 还要退回来 就是之前收袁虹签名的时候 我说你给我签一个 祝我早日脱单吧 然后签了 结果到今天还没脱单 我这是个魔咒 好多女生都说签什么 我说你给你写什么 都说写个早日脱单 早日找男朋友 早日结婚 只要签过这种的 就是魔咒 封印了 怎么都找不着 天哪 那行 那今天这个袁虹大哥 给他再来一个反的祝福 我说不定他就 我祝你孤独中老 明天出门就找人朋友 谢谢 下一位 还有吗 15年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照片上 我自己附了一个小纸条 说想请他签一个 就是祝冰冰考研成功 然后我特别诚恳地 在底下写了一个拜托了 然后我拿到照片的时候 他也给我写了一个拜托了 后来我给你写了考研成功了吗 写了 写了 别脱了 别脱了 成功了 成功了吗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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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你的粉丝之间 这么不正经啊 丁凰 你在微博下面也会吗 对啊 没这个 他们也没个正形啊 就不能怪我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吧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请到袁虹 然后我们一起来聊聊 最近他拍的这个反派 大家喜不喜欢 来 我们掌声有请 好 今天我们的赞助商在袁虹 兄弟的面前摆了很多 不好意思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明星好像都很捧场 不会说这个拿开那个拿开啊 对吧 为什么 这个说明节目好啊 我觉得你一定是人好情商高 所以才能在这个圈子里发展得越来越好 对吧 命好 刚才我们其实留了一个话头 最近特别火的那个《远大前程》 然后你演了一个大反派 什么时候你看到的 你整个剪出来的那个感觉 尤其到后期特别坏的时候那个感觉 演完我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样了 然后后来在播的过程中 一直有人那个上微博上来骂 我就知道说这个角色应该是算成功的 挺成功的 挺成功的 一边骂他一边很开心是我成功的 哎 到底微博下面骂 还是说骂完以后就是 app一下你呢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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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骂完之后 app我 我老婆他也有 然后说让我滚出娱乐圈 鲸鱼演这角色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啊 因为我知道这部剧虽然观看量很高 但是大家也很忙 我今天放一小段 圆红在这个戏里的片段 来 我们看一下 给也得给 不给 你也得给 小子 你不出去 我就把你打出去 哎呦妈 你老挨打 哎呀 你来这么打出去 你 我 你听我说 你 你 你听我说 你放棄 你放棄 你听我说 你听我给你解决 人这辈子就是有无数次选择组成的 这就是你的选择 看完这个就会觉得这个人物挺累心的 这个戏可能是我拍戏这些年以来拍过的 最累心的一个角色 就刚刚那场就杀疲惹和昆归花的戏 其实我到现在我自己 到现在我都没有完整地看过 我自己微博上有写过 就是那个戏的那个场景 拍完那场戏之后 我每次从那儿过 我自己心里一哆嗦 就是确实是挺 对演员来说挺难的 拍这种戏 到最后他被一步一步推到那儿的时候 他可能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的人性没有完全明灭 对 真的打心底里会抗击 就真实的你跟你要演的那个 你一直在打架其实 到最后已经快杀青了 那个景要杀紧了 最后下那次通告 就到时候可能逃不过去了 今天晚上怎么都得拍了 拍的那天从晚饭后 一直拍到第二天快天快亮 就拍完之后 因为我 我其实生活中我不太抽烟 然后拍完之后 我就坐那儿抽烟 抽了好多根 就坐在一个没有光的地方 真的是你不想坐在很亮的地方 我找了一个完全暗的一个屋子 没有光的地方就坐在 已经四五点了 手都在抖 抽了好几根 后来我回去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躺在车里 就是躺在那椅子上 那个眼泪就是 就像开了那个水龙头一样 就一直往外流 我挺羡慕你的 我羡慕你们演员 一定挺有的 所有演员能够有这样的体验 是挺幸福的事情 你能碰到这样的角色 能够让你完全地把自己放进去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你们这戏苦不苦 挺苦的 那个导演说 我们从夏天最热的时候 就刚才那个拍那个 之前挨打那场戏 那是七八月份的红电 然后我们在一个仓库里 那个整个仓库是拿黑布 整个圈儿起来 闷死啊 闷在里边 然后所有的灯一打 外面40度 里边60度 还穿 里边真的60度 然后你知道那个拍 其中有一个 你看镜头围着我转那个 那个摄影师拿着斯坦尼康 一圈转下来 脸上刷白 真的是脸上全刷白 坐那儿 就感觉那个人的魂已经没了 你知道 虚脱了 虚脱了 真的虚脱了 流太多汗了 我们身上就是不停地换衣服 就得老得有干的 要不然那衣服颜色都变了 然后你拍一条 基本上拍一条之后 整个头发就得重新吹一遍 因为全部湿透了 扁在脸上 天哪 他们说你不是浑身老有血吗 所以你还不能坐一坐 把人的椅子都坐脏了 你哪能倒霉 我说把人的椅子 把自己椅子都坐脏了 舍不得自己椅子 你可以坐别人的椅子 对 回头就坐别人的 您说你这个 而且我站那儿吧 我那时候雪姜特别多 特别被万养三 打完之后那场戏 那场戏好像剪掉了 我回头去找那个谁 找事业的时候 我就站那儿后场等着 然后等了半天 说好了 袁老师过来吧 他们说你先别出圈 我说怎么了 一圈 第一圈雪姜 一走都滴滴答答 可遭苍蝇啊 特别遭苍蝇 对 因为她雪姜 是拿那个糖浆做的 你知道吧 糖浆和色素对的 对 真的 夏天吧 你就站那儿 然后苍蝇就围着你 我觉得演员这职业 挺伟大的 但是今天我觉得 你发展得越来越好 不仅是作品 然后你跟你的粉丝 之间的互动 也让你的局面越来越好 在中间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跟你同期的人 或者你的同学 或者你的一波 开始演戏的比你红 比你就是拥有的多 片酬多 你们会有 嫉妒不舒服的心态吗 这个嫉妒心 我觉得世人都会有 只是看你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面对它 因为这是一个 一直都存在的问题 对 那只是说你怎么样去 面对这个事实 你说它片酬比我高 那就 那说明人家可能 很多方面做得比你好 你就坦然面对呗 你想自己再怎么样 去调整呗 你要说就憋着劲儿 我一定要 绝对不能难受 干过它 干过它 对 那个 我见过很多难受 很多心态就变了 自己没有片酬上去 还把自己给弄病了 对 但是有一天 你的演技到那了 你发现很多导演 都喜欢用你 对不对 希望是吧 那个 我觉得刚才你说到的 其实你的这种放松 跟你的人生经历比较简单 像你自己 比如说你考上系这件事 你应该是 就我现在回想 就考上系 你想我第一次知道 要有艺考这么个东西 是在寝室里 夜里大概十一二点 已经熄灯了 去上厕所 然后碰到我一个 跟我玩特别好的哥们 他跟我不是同班 不同寝室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两个人在厕所里碰见了 然后就站在那上厕所的功夫 就把这事 他就跟我说了 你在高中 高中 注读 我们是注读 武汉是吧 对 两人面对面这么站着 面对脸 然后哥们说什么了 说我下个星期 去考北京广播学院 你要不要一块去 当时传媒大学 叫广播学院 对 然后我说那是什么东西 北京啊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我家里人给我准备好了 这个买好了往返的火车票 给我订了一个双人标准间 给了我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吃住 零花钱 你只要能混到火车票 咱们就能去 然后我就说那我去考什么呀 不知道那时候要考什么呀 我说你考什么 他说我考博音主持 我那时候说一口武汉话 你知道 我说这这我不行 普通话都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不行 你看看别的什么 你可以的 就回头他就给我拿照相简张 就晚上半夜 你们俩就 我听起来 您这个就等于蹭人 就那个 因为那屋是标减 您就一张火车票 就等于来北京玩一趟 所以我第一次 给我妈打电话 说这个事的时候 我妈就一口回绝了 她说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去干嘛 你妈了解你 你选了个什么戏啊 表演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能好混一点 然后呢 到了传媒大学以后呢 你跟傻子似的就进去了 然后就考了 考上了吗 对 考上了 就考上了 就考上了 你那朋友呢 他没考上 对 你拿到通知书了 对 您都干什么了 这升台行表 你会什么 我问老师 什么叫升台行表 然后我看别的好人 好像形体都挺厉害的 我就跟老师说 我说老师 我学过散打 我说是吗 你打我看看 直拳 摆拳 踢腿 然后踢了几下 然后旁边就有考试说 你看起来冲着老师挥拳 肯定考过去 他说行行行 你学多久 半年吧 多久 三个月 到底多久 这是行铁 对 声乐就唱到忘情水吧 刘敦华忘情水 你唱歌唱得好吗 一般 没学过呀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唱歌 有伴奏吗 一般 没有 好干净 我还一个手做了一个拿换 然后开演唱会 拉麦的 这就过了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不对呀 你不是上戏吗 后来 后来有朋友跟我说 说哎 还是同一个朋友吗 对对对 我好想见你那个朋友 那个朋友现在还好吗 他挺好的 他就是也是那种 跟戴军一样 幸福指数超高的 对 还是贼开心 什么我都是但无所谓 我都贼开心 我就说 广远老师已经说要收我了 我就别去了 然后我妈劝我 我妈知道了 我妈说 你看当时人家让我找你考这个 给了你这机会你才能考上 那人家也 因为我那个哥们 后来上戏报的表演 他看表演好考 而人家也没有考表演的经历 你就能陪人家 你去考一下吧 我就去了 然后也是就 后来考试就知道 上戏表演是挺好的 然后就冲那个去 后来就进了上戏 听起来挺顺的 我那时候刚考进去的时候还行 后来考上了之后 那一个暑假我就在打篮球 那个暑假我们那个 我们学校参加一个比赛 叫雷锋杯 我还记得 就参加一个比赛 一个整个暑假40度夏天 我是在球场上度过的 然后等进了学校之后 我们招我进去那老师一看 吓一跳 说你 这夏天你干嘛了 又黑又瘦 你是东南亚人 我特别生气 我是武汉的 一个武汉普通话 我武汉的 好好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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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班同学给我起完话 叫台词网址吧 武汉的话你知道 不分所有的该分的东西 平鞘舌不分 勒勒不分 恩恩不分 还有 你给我们具体的示范一下 该分的都不分 绿和肉也不分 说绿色楼里 楼色里 吃肉 起楼 起楼 对 不好改 那你会自卑吧 兄弟 挺自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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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今天怎么这么好 我跟你讲 我是完全听不出 你是哪儿的人的口音 你是花了多大力气 才变成这样 读书的时候挺花劲的 挺花力气的 就是我得比别人早起 然后就练功 站那儿压着腿 然后念那个绕口令 就是早上 因为我们行体和压腿 我也不行 就是下不去 男生要求一年纪要会下树叉 树叉 我是从来没练过 那真的太费劲了 就是声给撕开 压下去 所以你看 其实他第一年过得挺不顺的 对吧 一二年都挺不顺的 我们班第一次片段汇报 我是没上台 因为我们那个片段 可能老是觉得实在是 拿不出手 我的任务是舞台总监 舞台监督 主要是你没上台 给你一个舞台总监 对 就是因为那个小品 实在是拿不出手 像他这样的都没上台 还这么乐观 要归功于他的个性 我舞台总监做得可好了 我们班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舞台总监 你一直表演去 你就是挺乐观 你不会觉得这事儿 我一辈子就这样了 或者我不是这块料 你不会想那么多负面负面 我完蛋了 怎么那么一样 人怎么看我 你看我排的最后 你不会想这样 我还真是 所以你 我还记得我们毕业 毕业的时候 就是毕业差不多 可能就是最后那一节表演课吧 大家就坐一块聊天 老师就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压力 或者将来有什么想法呀 你或者你学四年 你有什么想说的呀 我还记得 我现在都记得 我当时说的是 我说 我现在感觉挺幸福的 就是感觉自己 有了一技之长 以后在社会上有饭吃了 就这么没这个 然后老师 挺好挺好 你说到这儿呢 其实我们今天还采访了你的 比较了解你的几个朋友 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你的 刘浩然 我是圆红哥的伴郎 刘浩然 用一个词形容圆红哥是反叉萌 因为那时候特在我戏里的形象 我觉得是一个很man 很有男子气概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拘小节的一个形象 然后在那时候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很累 然后我们在部队 然后就那时候非常非常饿 我们还要按点吃饭 然后结果就有一次在放饭 然后所有人都已经我都已经饿了 就是已经开始是很多拿手抓饭吃的时候呢 叶红哥突然在旁边 你看这菜里有香菜 不能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天宇 我们怎么认识的是 因为拍《少年神探敌人节》 听懂了吗 《少年神探敌人节》 少年老成的那种范儿 你知道吗 然后就假装自己是大哥 然后什么都懂 然后什么都端着 后来我发现慢慢慢慢熟了之后 其实他真的就是什么都懂 每次喝醉了酒的时候 就喜欢给别人拍个绕片啊 什么之类的 太吓人 这人 然后 见色旺有 以前没有跟二姐在一起的时候吧 每天还会给我们发个微信啊 打个电话啊 什么之类的 自从跟二姐结婚之后 这个人就在我们的视线里面就消失了 就是我们朋友这个词里面 已经想不到圆红这个号人物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著名演员郭庆飞 我和圆红的关系 想必大家早已经清楚了 如果熟悉我们的朋友们 除了胡歌以外 其实我是他很多情人里面的其中之一 我也垂涎他美色很久了 甚至我每天都在妒忌他 我觉得他呢 首先长得很帅 很英俊 然后呢情商智商双高 逻辑思维缜密 这都是让我很羡慕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我们喝完酒以后 他光着把握的时候 发现了他的破绽 因为他有极强的雄性荷尔蒙 然后我就怀疑 他会骑自行车的时候 会像一只雄鹰一样飞起来 谢谢 因为今天全都 你看他都是怼你的啊 咱们也怼怼他 对吧 他全身都是怼点 你不需要我怼了 他特别喜欢到处攻击人 对 对 对 疯狗 一样 健身就要 也是一种性格的扭曲吧 因为他绝对有话狼 然后跟他在一块儿 旁边人都不用说话 你就听他一个人说 对不得 他能说一天不嫌恋 说一天 他嫌不下来 对 那你 可能是小时候 我觉得跟他聊过 他小时候可能也没什么 憋着了 我看出来了 长大了拼命说 袁洪是蔫坏的人 但是朋友跟你在一起 他们会觉得 你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 我有一次呢 刘嘉英和李光杰 在上海在拍一个戏 俩在一个组里 正好我也在上海 说请你吃饭 带他们去上海一个 因为我是属于 好吃又会吃那种 哪有什么好餐厅好厨子 我都知道 就带他们去上海一个 真的是很好吃的一个餐厅 价格也不菲 带他们去吃 吃得俩人贼高兴 满嘴冒油抹着油 李光杰杰叔就跟我说 说老远 我来上海就应该跟你就对了 我就说 雷子你就说好不好吃 雷子好吃啊 特别好吃 特别刚才那个饭 上了一个饭 是黑松露鲍鱼焖饭 他拿小瓦罐做的饭 然后拿那个鲍鱼鲫鱼在上面 然后他拿黑松露 因为黑松露其实是很名贵的食材嘛 他是按客卖的 他把黑松露现场 拿一个袍子 袍很多片下来 然后你就把那个饭 连鲍鱼汁一搅 还有红烧肉的汁一搅 那个饭就生了天了 你知道吗 特别 太会描述了 光杰是吃的精光啊 然后我就说雷子 你就说这好不好吃吧 你吃过没有 好吃也太好吃了 东北没那么好吃了吧 东北没有 没吃过 我就斜咬看了一眼 我看那碗里 那个饭都吃完了 松露没动 我说这饭 我说这道菜就跪在那个上面 你怎么没吃呢 那啥玩啊 我黑松露啊 妈 我也算半呢 真没坚持 雷子坐他对面 他说你一个在上海 生活了快二年的人 我天天跟你 不是什么小杨生煎 就是说馄饨 就没吃过啥好的 为啥老袁一带 就这么好呢 哎呀 雷佳音啊 下次来 咱们给他准备蒜饭了 对 你们给他黑蒜 而且带黑蒜 对 他肯定说是松露 我想你这几个朋友里面都来过 接下来就是刘浩然没来过了 刘浩然有没有什么可以吐槽的梗呢 吐槽的地方 浩然是属于那种逻辑思维特别强 是吗 脑子很聪明 就像我们就是在那个录 真正男子汉的时候 教官出的那些题目 要算的 要想的 他脑子特别快 而教官每次就 刘浩然 你先别说 来 汪宝强你先说 搞什么 老板就一对导师 亲密实演色 浩然可吐槽就是 他脑子转太快了 我们有一次去录大本营 就人家导演想好了 这一趴出一个难题 可能要你们在场上 大概录过20分钟 浩然两分钟就把题解出来 就完全不给导演任何机会 何老师后来就说 说浩然啊 真的是你 也是太不知道综艺节目该怎么玩了 他得称之歌 你就算算出来了 你称一称 你演一下也好啊 他是学习好是吗 浩然是学习成绩好 浩然说我不吃香菜这个 说明他不够体贴我 我觉得这个应该立法 就食品里边 如果这道菜里边有香菜 菜单上应该标注一下 这是对不吃香菜的人的不尊重 你真的不吃啊 我是真不吃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是吗 就是基因里边的一个 基因链上的一个东西 会让我们吃到香菜里边 有一种叫全类物质的味道 大多数人基因里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是吃不出来这个味道的 就我吃到的那个味道 就跟打屁虫那味道是很像的 就是完全受不了 知道了吧 就像马天宇说的 我懂得好多啊 马天宇 马天宇真的没有朋友 他也够傻了 你知道吗 他坐三绷子走困坛 真的在三里屯迟到了 车堵车过不去 坐这三绷子去了 还被粉丝拍下来了 真的 真的 穿上全身全套走红毯的装扮 画好装头发吹好了 从三绷子上上去 他还挺 挺认真的 你说自己是这种状态特深沉 说别人的时候 就感觉张心一附体了 有没有感觉 我觉得这男人跟女人说 慢慢去门夫妻长相一样 我觉得其实不是长相 是首饰眼神 描述事情的方式 你俩是不是在家里经常 聊得特欢是啊 在家还行吧 在家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 会潜移默化 今天我也准备了几个关键词 关于袁红哥的 我想考考境界 考我 就是你觉得这个上面的关键词 哪个是属于袁红哥的 你就直接打勾就行了 来来来 逸传除神肯定 因为他刚才已经说了 对不对 你最擅长的城市是哪 你告诉我 你是 武汉 上海 北京 这三个我最熟了 我混迹在好多美食者的群里边 真的 我加了好几个群 有专门厨师的 做餐饮的 还有那个美食评论的群里边 混迹在里边 你觉得就是在这上面花时间 特值的是吧 值得 吃一顿好吃的高兴不 高兴啊 当然高兴啊 觉得整个生活都变得很美好啊 我选的就是密传除神 算了 跨界歌唱家选 摩托除神我真不知道 旅行梦想家我觉得是同意的 复古收藏家我不同意 除神肯定是确定的 篮球明星 你都放了 好 刚刚袁洪哥说了 一个暑假都在打篮球 现在还打吗 爱打球 爱打球 现在 有空还打 我拍那个 拍远大前程的时候 还因为打球受过伤 我有一天就是收工 大概晚上六点半 还有半小时七点就天黑了 收工我就往球场冲 就是那个尹顺城门口 有一个野球场打野球 谁跟谁都不认识 我想只有半小时 好久没打了就冲上去 刚上去 汗都没出呢 夏天都没还出汗 刚上去第一次摸球 不知道哪伸了一只手 啪伸到这来 咚了一下 然后我就过去了 躺那半天起来 我第一反应是 没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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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了好疼 摁了半天 能看见东西没瞎 可高兴了 这时候有一小孩旁边 哥流血了 这血就一直往下再滴 当时二话不说 就打车去医院 去当时那个当地的医院不收 说你去 我们这儿治不了你 你去上海那个最好 那个整形医院吧 然后那个胡哥 帮我联系的那个大夫 这回派成用场了 派成用场了 老胡不是以前那个受伤 也在救援做过那个 跟我联系的专家 缝了十来针 天哪 居然在戏里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哪个打戏 现在受挨打的戏太多了 好多都是戴着伤装 这医生真不说 观众看不出来是真伤假的 现在都看不出来 现在也看不出来 这医生红的针角真好 红了十几针 街舞达人呢 街舞还真不是 街舞不是 那个跨界歌唱呢 对对不是 这个也不是 所以也是音乐爱好者 结果我都选 摩托车 你没选 我没选 喜欢骑摩托车 这个是 是哪种啊 哈雷啊还是什么的 那种 各种都骑 真的啊 我今天骑这辆车 还是欣逸送我的 哇 就是 两人在一起之后 第一个 生日 可以 后面还坐一个人的 是吗 坐过 带过我媳妇 坐完一次之后 她说再也不坐了 他怕 旅行梦想家 我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 但是我挺爱旅行的 其实我那个婚礼 我之前 我跟欣逸就想做一个 像大旅行团一样 大家一个大团 大家去城堡 一块去玩 对 一块出国去玩 结果 最后出来效果还真是 大家玩特别开心 一个大旅行团 走到哪儿吃吃喝喝玩玩 其实我今天也没有按常理出牌 这个上面看到的 都是很表面的 我隐藏了一个 一个小贴士 还有一个没打开 我把它撕开 够阴险的 对 老婆达人 来 部长 这个我们是有目中睹的 阿总对 谢谢 谢谢阿总 对 我现在瘦脸多了 是吧 你是因为 还不揍 因为 心意抗议了还是怎么样 不 抗议了 说能不能不要这么无敌 现在和我 就是那些照片啊 人家也是一明星 对不对 他黑我也没有底线 黑他不是拿这照片 丑照黑他 就是他生活中那些事 确实是就是值得照黑 真的太不带脑子了 有这么一个稀里糊涂的老婆 作为一个男人是 作为一个老公 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永远都会有惊喜 是吧 无奈中有一丝惊喜 惊喜中带着无奈 有时候还得有点悲愤 会特生气 太不高谱了 能不能举个例子 近期的 有一天他说有 怎么是 他想去预约去医院 做个什么检查 因为我给他买了 我说你别 我给你买了医疗保险 他不知道卡也丢了 医疗保险卡也丢了 我说你买了保险 你先给 他说没卡 我说你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就可以帮你预约医院 你知道吗 他那保险要走那个程序 他还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说哪哪哪哪 怎么不舒服 想去医院做个检查 保险公司说 好 那我们给医院定好了之后 给您回话 我躺在那看书呢 大概过了半小时 突然他在我身边 就接了个电话 喂 我不买保险挂了 你觉得不对啊 我看着他 我说老婆刚才谁给你打电话 卖保险呢 我说他怎么说的 他说我是那什么什么 保险公司没听清 我说你 人家刚刚保险公司说 要给你回话 是他呀 我特别扫眉大眼的 给人打回去 刚才不是我接的 他给自己找吧 对不起啊 刚才不是我接的 我都知道 一个第一次带他见面的朋友 你一定要反复告诉他 这个人叫什么 然后第二次你说那谁 上次在哪见过面 你还得提醒他半天 他有时候他真不记 想半天你说的 他哪哪哪哪不记 有一次我就是跟他说 他还跟我记 你明知道我不记的 我不记这些事 你是故意考我吗 还问我 那他见你家家里的 家里人能记住吗 别说我家里人 你不会告我 他连他们家亲戚也记不住 有一次有一次 有一次我亲眼所见 他妈说 那个姚尔 他妈叫姚尔 姚尔 你那个妹妹 那个表妹怎么样 你表妹还 啊 我表妹有孩子了 不是 你表妹孩子什么 我表妹什么时候孩子的 他妈说 你表妹结婚了 不是 他说表妹结婚了吗 他妈就疯了 表妹婚礼你去了 我在旁边看的真的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我特别能理解的 因为我也经常这样的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开始就是 因为我知道你们在一起拍了三部戏之后好上的 你开始刚才你也说的 你说在你可能以前的想法中 你可能你的老婆是这样吗 我觉得可能性格会跟我比较像吧 反正不是张欣益这样的对不对 真是没想到他是他这样性格的 在那个瞬间你们想求婚 到底是什么 对的让你敢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求婚 他身上有一种特别单纯的美好 他身上是有那种 就他会因为很多很简单的事而特别快乐 他其实就是有时候也傻乐 但是就有时候他的快乐很简单 而恰好我可以给他那种 有时候我们真的生活中一个特别 特别破的梗 我们说特别破的梗 我们可以两人乐一天 现在也会吗 嗯 现在也会 就我俩在一块 还真是没什么吵架的时候 真是没什么 然后我们出去旅游老开他玩笑 说他一过年吃特别多嘛 然后一去南方一晒太阳 海边说他又黑又壮 他有时候特别认真问我 你不嫌弃我吗 又黑又壮 黑胖黑胖 最近我看到你们俩 不是上那个真人秀吗 带宝宝 然后带孩子是件很头疼的事 如果你们现在没有孩子 上来就带孩子 反而会增加恐惧心理 确实是会有 真的有 真的有 我们做那个节目之后 我们就深深地get到一点 就说你真的有孩子了 特别是你要有多的孩子 你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肯定的 真的没有 绝对没有 你就真的就是围着他们转了 但是那个节目也有好处 就是我是觉得说做那个节目 让我确认的一点是说 这个女人我没找错 就是身边熟的朋友都知道 她睡觉一定要睡饱的 就是她一定是要睡8个小时 天 雷打不动 8个小时 10个小时 她能睡12个小时 她就睡12个小时了 我真没想到她做那个节目 她可以每天就睡那么 三四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母性给 然后照顾孩子的时候 还那么的有耐心 我没想到 有没有要宝宝的计划 这个就是老天给的礼物 他什么时候有 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肯定是不拒绝是吧 对 那就行 我怕你们 因为两个人有的时候说 这个人说我还要再等几年什么的 别等 我们没想过说要等 或者是马上就都没有想 不要有计划也不要去等 对 顺其自然 对吧 太好了 谢谢 好 同时也欢迎大家 登陆搜狐视频 优酷土豆爱奇艺 腾讯视频观看我们的节目 好 也希望大家来关注 袁红的戏 然后希望每一个人都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来拍一张大合影